你 你在哪儿我去接你 有件事情我要当面跟你说 好 我也刚好有事要和你说 记得发位置给我 好奇怪的感觉 短短的一两个月 我失去了一段感情 却多了一个领证的丈夫 还当上了妈妈 喂 四齐 陈嘉欣 出大事了 你看你瞒着我都干了什么好事 怎么了 你登上微博热搜第一名了 孕兔姐 孕兔姐 在叫你呢 都变成表情包了 我发给你啊 不是 你怎么会怀孕呢 不会是古之冬渣男的吧 你们不是已经分手了吗 老妈都说孩子健康妈妈才会吐得厉害 我们不知道谁家这么有福气 要是我孙媳妇都成这样 我一定开心死了 这女孩 不是在花展上遇到的那个吗 那就是她呀 温迪伦 你怎么会吹呀 怎么会吹呀 如果我没猜错 您的孙子最近正在和这个孕兔的女孩谈离婚 而且 和巴哈马有关 董事长好 易总 今天下午有什么安排 董事长 易总定的是今天傍晚飞巴哈马的机票 您好 什么事 哥斯达 威尼四号邮轮 祝您新婚愉快 我知道了 他真是我个乖孙子 您这种事都敢瞒我 蜗鸟的 好 您看吧Script 最后 勒芝 你那家嘉欣丫头几岁了 谈朋友了吗 她还小呢 嘉欣在上海上吧 我听听 我让你的物价老高嘞 一定赚了不少钱吧 你呀 你嘉欣这丫头 算是享福喽 想什么福 还不享福呢 嘉欣在上海买房了吧 买的是几房呢 露得是极极苦苦还是个人的 我听说啊 镇上刘赵的老儿子 一定在上海开公司啦 你说说这陈嘉欣 到底有什么可以让我拿出手来 跟人家说说呢 让她回来她不回来 让她去乡亲她也不去 就她那黄语脑袋 还想死赖在上海跟人家争 那可是大上海啊 全中国的人才都往那里钻 阿姨 你也别这么说嘛 都说啊 傻人有傻福 说不定嘉欣啊 以后比我们都还好呢 怎么了 奇怪 我号称花鸟岛第一快当手 竟然会窃到我自己 一刀见血该不会是 有什么不行的预兆吧 我的亲姨 你能别自己吓自己了吗 好端端的能出什么事 不好了 家欣这回真的出大事了 好 上车 谢谢 你 我有话要跟你说 你先坐 谢谢 这是干吗 我知道 不管多少钱 都不能弥补你社区的 但你至少写一个数字 这样我也能安心一下 我真的不需要 我坚持 昨晚 安达答应我的求婚了 所以 你是怕我缠着你 想用钱买个铅啊吗 我说你这个人 能不能把什么事情 都往坏处想 我只是觉得 确实我现在能为你做的